嗨 大家好 我是伊巴 我知道十月最愛已經遲到一個月了 但是我還是要好好地把它錄完 那我最近去染了一個頭髮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很深很深的灰色 那其實我只有蓋藍色上去而已 然後就可以讓頭髮有很明顯的灰色跑出來 不知道你們透過鏡頭看不看得出來 總之我現在超愛這個髮色 因為我覺得它變得很有質感 然後還蠻顯白的 就是我之前很怕黑髮 是因為我黑髮長得很奇怪 但是用我原本黃底的髮色 搭上藍色之後創造出來的那種生物黑 我蠻喜歡的 十月的最愛非常非常豐富 所以影片可能會有點長 歡迎大家拿個晚餐拿個零食一起來吃 第一個最愛呢 與其說是最愛不如說讓我最驚豔的東西好了 是Gtech的吸塵器 就是一個手持的吸塵器 它超強超會吸東西 因為我最近不是深受過敏 然後久遭等等的困擾嗎 我就是想辦法說 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把床就是清乾淨 然後我就跟朋友借了這個Gtech的吸塵器之後 我傻眼耶 那個床單、棉被、枕頭看起來那麼的沒有灰塵 結果一清 那個灰塵都在那個集塵盒裡面 然後很厚 我大傻眼 一開始我在用的時候我還想說 會不會是那個機器 它裡面會自己製造灰塵 讓我們自己覺得說 好像很髒 但其實沒有 但是後來呢 我就拿那個手持吸塵器去吸我的窗簾 就簡單的吸吸吸吸吸吸 之後我嚇到 因為床墊的灰塵跟窗簾的灰塵是兩種不同的顏色 但我不覺得如果他們要設計自己製造灰塵的 就是東西的話會這麼細心 所以我才敢斷定說 原來在集塵裡面所有灰塵 就是在我房間裡的灰塵 很恐怖 我就對這個吸塵器非常的驚艷 然後外加上它的價格呢 是不到一萬元 所以我覺得對於小資或是小家庭 你想要把家裡整潔怕過敏的話 這個機器是還蠻不錯的選擇 那我的朋友他會有這台機器的原因 是因為他搭配了一個中華電信的 不知道是門號還是什麼優惠 反正就續約就會送那一台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家裡還有沒有合約到期 然後去查這個方案 我覺得送這一台GTEC真的是太划算了 而且他有不同的系統 就是有細的啊扁的啊適合床單的啊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很棒 想要推薦給有在觀望3C家電的人 再來第二個最愛呢 也是3C產品是 Sudio的藍牙耳機 其實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念Sudio 但是我非常想要推薦藍牙耳機 給這世界上所有的人 因為藍牙耳機怎麼可以這麼這麼這麼方便啊 因為我之前都是用有線耳機嘛 就是手機附的那一種 然後就是在各種生活環節 我常常被那個耳機的線弄得很阿扎 因為我是一個只要踏出家門之後呢 我就會帶著耳機到處走的人 然後我非常常遇到一些尷尬的情況 像是下公車的時候 破影 像是下公車的時候 我想要拿那個優卡 可是我的耳機線卡在包包裡面 然後我的手就進去就很K 然後我就會拿不到我的優卡 不然就是結帳的時候 我想要給店員用我的載具 但是我同時在聽音樂 那我的是不是耳機接著手機 然後要拿載具給他 這時候就很尷尬 你就要拔掉 然後你要斷音樂 就覺得很暗躁 因為我都會打計程車 然後聽著耳機 然後包包放在這 但是你有細安全帶 然後也是很長 那個安全帶的線 跟耳機的線就會打結什麼的 然後就會 很煩 但是自從有了藍牙耳機之後 這世界變得簡單清爽乾淨許多 就這樣子 你用你的手機跟耳機做藍牙連線之後 你的手機想拿多元就拿多元 然後 譬如說我想要邊騎腳踏車 邊一耳聽音樂的話沒問題 我想要邊運動邊聽音樂沒問題 我再也沒有那個遇到電源很尷尬 耳機卡在手機上 或是下車的時候被線卡住的問題 全部 都 沒有 了 藍牙耳機真的是這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 它就是幫助我減少很多生活的 困擾 其實還有一些困擾是在家裡會發生的 就譬如說 我每次都很想要邊洗碗 或是邊曬衣服的時候 邊聽音樂或廣播 但是有時候洗碗的水很大聲 你根本就聽不見 或是你在外面曬衣服的時候 外面很吵 然後那個噪音很雜 也聽不見廣播或音樂在說什麼 這時候 藍牙耳機就可以徹底解決你的問題 就可以戴著你的耳機 然後把手機放在旁邊 任何時候都可以聽到你想聽見的聲音 不會被旁邊打擾 然後我自己在家裡測試是 只要離手機大概15步左右的距離 藍牙耳機都還可以有效 但是不可以遇到轉彎的地方 轉彎的話聲音就會出現雜趣 所以其實這個藍牙耳機的有效範圍還蠻大的 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今天的影片會有抽獎活動 就是抽這個藍牙耳機 那我選的款式呢是 跟一般大家介紹比較不太相同的 是這種可以卡進去耳朵裡面試的 卡進去耳朵裡面試是什麼 耳掛式耳掛式 就是 你們看它這樣子 是可以這樣卡住我的耳朵的這個凹槽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掉下來 然後也不會把耳朵弄得很痛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它的開關啊 充電電源就是都在這些按鈕上面 那基本上它很輕巧很簡單很好懂 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它這個耳朵這個啊 大小是可以換的 我記得它有附三種 然後我拿的好像是中的 就是可拆式可換的 這也很不錯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耳朵大小不一樣 像我耳朵比較小 很容易帶耳機就帶耳朵很痛 但換成自己適合的大腳就不會不舒服 那今天的抽獎的方式呢 首先你要先訂閱180的這個頻道 再來呢是你要幫這個影片按讚 並且留言說 為什麼你會想要藍牙耳機 或是你覺得藍牙耳機的優點是什麼 然後再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放在Instagram 或是Facebook 或是你的Google家 或是什麼 都可以 好那這樣就完成抽獎 一個禮拜之後呢 我就會把這個 中獎者挑出來 大家記得回來看 就是這個耳機啊 它除了這樣耳掛式的之外呢 它還有這種耳罩式的 就這種的話耳朵比較不會痛 然後我覺得它隔絕的音效也蠻好的 我通常使用這個的話是在室內 因為我想要剪影片的時候就可以戴這個 這樣這個戴久才不會那麼的僵 然後 我也覺得 用了藍牙耳機之後在家裡用電腦很好的地方是 譬如說我常常要剪影片嘛 那我剪影片的時候呢 如果我要離開座去上廁所裝水 我是不是就要把那個耳機拔下來 然後離開 這時候就要做一個這個這個這個動作 有嗎 但是假如我是用藍牙耳機的話 我就是一直過在上面都沒有關係 你不會影響我的行動啊什麼的 我覺得超級好 藍牙耳機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發明 關於這個藍牙耳機的音質的話 我發現 它其實跟那種一般手機附的耳機音質差不多 然後偶爾聽到一些比較尖銳的聲音 像high hip的聲音的時候 就會比較刺耳 譬如說我聽200首歌 大概只會有一首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我發現這個問題的時候 大概是用這個耳機聽音樂 聽了一個禮拜左右 才發現 然後我幾乎是每天都一直在聽音樂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聽的音樂是比較大啊 然後不會太 聲音不會太尖啊 然後不會太刺耳的話 基本上用這個耳機是沒有問題 嘿就這樣 這個耳機聊得太久了 因為我真的太喜歡這個耳機 這個耳機真的是 拯救我的生活 好 那接下來要分享的是 彩妝類 就是我嘴巴上的這個唇膏 你們猜得出來是什麼東西嗎 這個是蘭蔻的 絕對完美光蜜純粹422的色 好 那這個顏色呢 就是在我嘴巴上呈現一個 非常自然的 淡 紫 淡 玫瑰 很像我嘴巴原本的顏色 但是在 深一點 有氣色一點 總之我如果素顏的話 我喜歡擦這個唇膏 因為它跟我原本的唇色沒有相差太多 然後它可以讓我氣色看起來比較好一點 也是有化妝的話呢 它可以讓我 整個人的感覺看起來 沉穩一點 然後有氣質一點 就是我如果不講話的話 看起來是一個比較穩重一點的人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個422的色號 然後我在 另一個合作頻道就是 凱琳伊巴賞哈里克的YouTube頻道裡面呢 有 這個系列唇膏的 實色完整試色 所以如果你們對這個唇膏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我那個試色影片 然後找出你最適合的質地跟顏色 這個唇膏它有三種質地 是 濕光水感 然後奢華光感 跟 濕絨霧感 那我最喜歡的是 這個 奢華光感的質地 因為我覺得 它 可以很有效的遮蓋我的唇紋 然後瞬間讓我有氣色 然後嘴巴上有一點點光澤 但是我覺得它濕絨霧感的那個質地也非常好 所以 我覺得大家可以稍微看觀的影片再來做選擇 它是這種長餅的設計 所以 然後又尖尖的 所以在做 你知道 一些嘴角的輪廓修飾啊 我覺得還不錯 看到嗎 然後我把它這樣推開來 它大概是這種顏色 如果你們要問我持不持久的話 基本上它不是那種持久型的唇膏 它就是吃完飯要補 然後喝完水要記得補的那一種 但是因為我沒有非常非常在意唇膏的持久度 所以我覺得 沒有關係 我之前那個拉麵日記的影片 如果你們有看過的話 就會發現說 我在裡面其實是完全素顏 擦這個唇膏也沒有問題 我的那個素顏是連底妝都沒有擦的素顏喔 所以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再來要分享的是 近期愛用的乳液 終於有一個愛用的乳液出現了 好久沒有跟大家分享保養品 因為最近就是久遭肌的關係 現在有比較好一點 所以你們看我現在只是用粉餅上妝 皮膚還算蠻滑順的 但我就是上很薄一層 好接下來要分享的乳液呢 是這個 理膚保水的 多榮胺 極效舒緩 修護精華乳清爽型 真的它很小一瓶 那這一個乳液呢 它的另一個別名呢 是叫做安心霜 然後你們看我已經用了快一半左右了 就是它這邊有個真空的 它會越來越小 那基本上呢 我先跟大家聲明一下 理膚保水的東西呢 在藥妝店是沒有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藥局買 像我呢就是先上它的官網查了離家 最近的藥局通路之後才去買 買這個的原因呢 是第一個 超多九招肌的朋友有推薦我 第二個呢是有一個讀者 其實我不確定它是讀者還是觀眾 還是它只是 因斯蘭爾的發偶爾 反正呢 它就寄了一包試用包給我 然後我擦在臉上之後 我覺得效果不錯 因為我那時候是 整臉脫皮 然後臉好痛好痛好痛 可是擦了這個安心霜 這樣包包擦一層之後呢 隔天那個脫皮就舒緩得非常多 所以我對這個理膚保水的安心霜 印象非常非常好 然後也覺得它目前對我的皮膚來說是非常溫和 然後有保濕度的產品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所以這就是我10月整個月 然後一直到11月都愛用的產品 推薦給敏感肌膚的人 還有九招肌膚的人 然後我現在擦它的話 我覺得我臉真的有舒緩非常非常多 然後當然在皮膚如果真正還在發炎的時候 擦的話 多少會有一點點刺刺的 可是不會讓我的臉更痛 因為我的臉真的太容易產生小傷口了 但是我目前用起來的效果 我都覺得 非常非常滿意 所以我一定要推薦給你們 最近愛用的底妝產品 是 比利菲的粉筆 先給你們看一下盒子 因為我只買了粉 我只買了粉 沒有買盒 所以就 是這樣 我都是這樣用 有一種小氣才神的感覺 總之呢 它打開之後是這樣子 我就是要用的時候把它打開 那我覺得這個粉餅呢 它的好處是 它在 秋冬剛換季的時候 夠保濕 然後它遮瑕度也還不錯 可以稍微遮一下臉上的泛紅 讓膚色更均勻一點點 那我今天用的是局部用它 局部用風度美肌的粉餅 大概是這種妝效 然後前幾支影片也有單用這一個 比利菲粉餅的 底妝 你們可以去查看看 那它呢 是SPF20PA++ 我主要用它的原因是因為 也是有 那個 九招機的朋友推薦 然後我覺得它 遮泛紅的效果真的算 非常不錯 而且 我是乾淨 完全不出油的那一種 我一整天用下來 還算持妝 所以我 非常非常的 滿意 基本上我使用粉餅之前 我都會先擦那個 舒特夫的 防曬 然後那個比較滋潤一點 所以它可以持妝粉餅比較久 剛買這個的時候啊 它其實是有附 粉撲的 但是我比較不喜歡用粉撲直接上妝的效果 我覺得比較厚 所以我後期都用 這個 資深糖131的底妝刷 然後就是淡淡的刷一層粉 然後塗在臉上 再刷一層 再塗在臉上這樣子 刷個五六次 我其實用了這塊粉餅 至少20次以上 但是因為我都是用這個粉底刷 來上妝 所以 我的用量非常非常的少 我用了好久 它還是有那個 就是那種B的形狀 所以它看起來好像還是新的 但是其實我已經用了超多次 超久 然後我是在那個 台北火車站的cosme store買的 那邊可以簡單的試色 那邊的櫃有 S-Freak 蜂蜜美肌的櫃 所以 假如你有蜂蜜美肌的粉餅 然後你不知道怎麼挑B的粉餅 你可以先去那邊試 畫在手上 然後再來這邊 比色 再到B的櫃上去比色說 你要的是哪一個顏色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把這個B的粉盒收起來 基本上它可以丟了 因為我已經用不到啦 我留這個盒子只是要給你們看而已 再來是 再來一個又是跟酒招有關係 你們都知道我就是最近 一直在跟酒招做抗爭 是這一個 B裙 這個是我爸買給我的 Choco la B B B的 B裙 因為那時候我就看醫生 然後 我就說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些保健食品啊 什麼的 然後他就叫我多吃B裙 普通B裙這樣子 因為我那時候吃藥的關係 嘴角會裂 然後裂得好痛喔 就有傷口這樣一痕一痕一痕的 那吃了這個B裙之後就好蠻多的 這原本有60顆 現在剩很少 好像剩3 3顆而已 你們看 所以我真的有在吃 然後就是一天吃2顆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B裙還不錯 就是真的有幫助到我的皮膚跟嘴角破例 然後基本上提神是完全沒有效的 因為 我可以這麼說嗎 就是 我吃B裙是完全沒有辦法提神 我會更想睡覺 這10月的最後一個最愛呢 是一部電影叫做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那這個電影呢 是改編自一個書 然後這個書呢 是王振忠老師 在偏鄉教育的真人真事 他在起點呢 是從921的那個時候到現在 所以到現在已經死幾年了 看了電影之後 我才意識到 原來老師這個角色 佔了我們學生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 因為我 我在IG上面講過 我從小不是一個會特別讓老師操心的孩子 就是老師不用特別來關心我 所以 B裙啦 我對老師 基本上我是把老師當作的敵人 因為我覺得老師會跟家長告訴我 在我的求學生涯當中 我基本上是很害怕老師 然後不太想要跟老師接觸 然後 希望老師離我越遠越好 因為我覺得老師就是 家長那一邊的撩背啊那樣 那 看了這部戲之後 我才知道 老師其實在 學校的角色 除了 賦予你一些書本上的知識啊 考試之外 他最重要的是 要保住你的行為 不能偏差 然後帶給你一些 正確的價值觀念 或是 告訴你說 這個世界上還有非常多選擇 然後如果老師交給你知識的話呢 也可以讓你成為一個 具有選擇權的人 具有選擇權的人 這個詞現在聽起來好像 非常的 蛤?什麼是具有選擇權的人 但是 嗯 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人 其實他們是沒有選擇權 他們去做這份工作 他們去 做這些事 其實是因為他們走投無路了 他們沒有辦法選擇 所以他們才 做出那樣子的 我們 沒有辦法理解的 行為 像我的話 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 具有選擇權的人 我才知道 原來這樣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譬如說我可以選擇 我要去哪一所高中 我可以選擇 我要上哪一所大學 我可以選擇 我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甚至 我可以選擇 我今天中午要吃什麼 我今天晚餐要吃什麼 然後我後天要去哪裡 這些對我來講 是很 平凡的生活 對某些人來說 不是那麼的平凡 不是那麼理所當然 所以 這是我在這部電影 得到的一些些小反思 因為王正宗老師在他 選擇要留下來幫助爽文國中的孩子們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一個二十幾歲的人 就跟我現在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 他當下做的選擇 讓我覺得他非常非常偉大 因為 他的背景故事是他們家有欠債 然後他曾經是補教名師 就是他大可可以離開偏鄉 回到城市去賺補習班的錢 然後過比較富裕啊 然後比較 理想舒適的生活 但是他卻留下教育偏鄉的孩子們 然後翻轉偏鄉的整個教學模式啊 然後讓這些孩子更有競爭力 然後可以去學他們喜歡的 而不是有些人就覺得 喔那爸爸媽媽說我不用升學 我就不需要升學 爸爸媽媽說我去做什麼工作就好了 的這一種 所以我覺得他能在二十幾歲 就做出這樣子的選擇 我覺得是非常偉大的 因為就是兩條很清楚的路 他直接選擇比較有挑戰性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那我會把這個老師相關的訪問啊 或是演講連結放到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 然後我也期許 越來越多像他一樣的老師出現在 台灣或是整個世界上 就是這樣 越講越感性 大概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部電影是一個很好的電影 就如果你是國高中生啊 甚至大學生 我覺得你都很適合去看 那說了社會在看之後 可能就是 懂得感恩吧 大概是這樣 哎呀有點害羞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的 十月最愛分享 非常的豐富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今天的影片有抽獎 希望不要忘記去留言 然後也歡迎你跟我分享 十月的最愛是什麼 或是十一月也可以好嗎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忘記分享我這個月最喜歡喝的飲料了 我這個月最喜歡喝的飲料呢 是紅茶 然後是自己泡的茶 那這個茶包呢 沒有指定 只是因為我們家有這個 我剛好就喝了這個 紅玉紅茶 那它是這種 三角形的茶包 所以我只要煮好水之後 把這個茶包丟下去一分鐘就可以喝了 基本上就是我在想喝飲料嘴閃的時候 我就會趕快自己泡一杯 這樣就不用花錢出去買飲料 對 就是一個小資節省的概念 然後 我就喝這個茶 有時候有一種提神的作用 就晚上越喝會越亢奮 大概是這樣 所以就是推薦給大家喝飲料的新選擇 說的 好嗎 下次請到別人